台東昨天晚上 土石流淹進了陸野鄉一間民宅廚房 當時屋主在看電視 看到一半聽到了巨響 簡直快嚇壞 住了超過50年 還是第一次碰到這樣的狀況 還好人平安無事 也趁今天白天雨室較小的時候 趕緊清理家園 大雨下個不停 大量土石泥沙 直接衝進民宅廚房 地板上通通是黃色泥流 廚房用具差點受到波及 觸目驚心 台風杜蘇瑞帶來驚人雨量 26號晚間土石流淹進 台東陸野鄉一間民宅的廚房 屋主和家人在客廳看電視 突然聽到一聲巨響 以為是大雷 沒想到卻是土石流 簡直快嚇壞 回想當下屋主仍然心驚驚 畢竟住了超過50年 第一次碰到 所幸人都平安無事 趁著白天雨較小時 加進腳步 清理家園 整個湯下來 這裡開始回家嘛 對 走到屋子後方一看 山坡灘方處還清晰可見 枯枝落葉全被吹倒 覆蓋在邊坡上 趕緊通報鄉長派員來清理 怕說繼續漏的 又繼續放 鄉頂有來的說 這如果天空好天 這要先掉 就怕災損擴大 大家繃緊神經 不敢鬆懈 之後超過半個世紀 頭一回碰上土石流 還是令人心有餘悸 介紹留言箱台東報導